说的娃子姐 娃子姐说她有喜欢的人了 昨天她直播的时候 不是也这么说的吗 对不对 帅哥姐们 我说的对吧 对不对 我没骗你们吧 娃子姐都说了 她有喜欢的人了 我现在那个阿伟啊 天天来找娃子姐 有什么用吗 对不对 娃子姐都有喜欢的人了 她还这样子 真的是醉了 帅哥姐 说爱哥姐们 我今天化的妆好看吧 是不是很好看 你们看 我这些真的是无欲死狼 又乱讲什么乱讲 我根本就没乱讲 你们就不要在这里说我了 本来本来就是真的呀 我说的都是真的呀 对不对 我又没骗过你们 我昨天 而且我昨天阿伟姐都承认了呀 阿伟姐都承认了 他昨天去约会了 他昨天去 他昨天去 跟那个男孩子约会了 然后他有喜欢的人了 他也跟阿伟哥说了 对不对 是摔哥姐们 是吧 好看有什么事 人家又不喜欢你 怎么了 你管得着吗 你不要在这里乱说 我跟你讲 我阿伟哥现在对我很好呢 给我买这 给我买那的 你们都不知道 你们就在这里乱说什么 我阿伟哥才喜欢我 阿伟哥喜欢的人 是我不是阿伯姐 知道了 不是说爱哥姐们 你们你们就不要在这里乱说 每次都在这里乱说 我都真的是 我都被你们给搞晕了 知道吧 每次都带节奏 你们这些人 什么都不懂 你们就不要在这里乱说 别给这这里乱说 你们要是不喜欢你们你们 你们就不要来我直播间 对不对 来我直播间干什么 来我直播间 干什么啊 你们这些人真的是 我跟你们讲 娃子姐有什么好吗 对不对 他老是人阿伟哥生气 我的话从来没有 人阿伟哥生气 他的话老是 老是那种老是想 这娃子的话 老是就是说他什么 说那种 什么都没说 他就那样子 知道吧 四四爱哥姐们 什么都不懂 你们只会知道是 你们了解我阿伟 你们了解阿子姐吗 你们见过我阿子姐吗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就只会在这里乱说 只会在这里巴巴巴 你们巴巴巴也没有 我跟你们讲 你们巴巴巴也没有 我也不会听你们说的啊 我也不会改变我自己 我就是这样子 我就是这样子 我阿子姐 我阿子姐的话 他有什么好的 他又扯又矮的 真的是 我我有什么比不好 我阿伟哥的吗 对不对 我阿伟哥 我们两个才是天使的 于是我们两个才是 般配 很般配 知道吧 现在我阿子姐 我阿子姐也有男朋友了 也有自己喜欢的人了 我也可以追求我阿伟哥了 他们两个什么关系都没有 他们两个之前也说过 他们两个只有那种 兄妹关系是吧 你们都不知道 你们就只会在这里说我 你们说我什么用吗 对不对 不 人家根本没有 你姐姐是你自己说的什么 什么跟什么 真的是 根本就没有这种事情 你们想到哪里去了 叔叔阿哥姐们 你们不要听这些人说的话 来 你们喜欢阿姨默的 你们就给阿姨默点点关注 点点赞 叔叔阿哥姐们 感谢你们的支持 我知道有些人还是很支持 是阿姨默的 对不对 因为 阿姨姐的话真的 他没什么好的 他从小到大 他什么 什么都没有 他又不识字 他什么都不会 我的话什么都会 什么都会 知道吧 叔叔阿哥姐们 饭也会 什么都会 车子也会开 我阿姨姐的话老土死了 阿姨姐她的话很老土 知道吧 他就是个香巴老 他什么都不会的 他配不上阿伟哥 我的话 我长得又漂亮 对不对 我跟你们讲 我我跟你们讲叔叔阿哥姐们 我跟阿伟 昨天去约会了呢 我跟你们讲 他还记得我的事 我太高兴了 我阿姨姐的话 我跟你讲 他又在那里说 那些羞羞的话 知道吗 叔叔阿哥姐们 太害羞了 知道吗 他说的那些话都是害羞的 你们都不清楚 你们都不知道 你们应该还不清楚 你们应该还不知道 我阿姨姐昨天跟 跟那个他喜欢的那个人 他们两个在说那些羞羞的话题 我都不好意思了 后面我都出来了 叔叔阿哥姐们 但是我跟你们比较 我最高兴的是 阿伟哥也跟我牵手了 我们两个终于牵到手了 他还记得我的事 我太高兴了 我太高兴了 叔叔阿哥姐们 阿伟哥说他越来越喜欢我了 他说我这个性格 他是他最喜欢的耿直 知道吧 我这个人很耿直 他说过的 他说我很耿直 知道吧 叔叔阿哥姐们 你们要相信我说的话 知道不 叔叔阿哥姐们 阿伟哥他老喜欢我的 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 只是啊 你们就只相信阿伯子姐说的话 不相信我说的话 你们 你们要相信我说的话呀 对不对 叔叔阿哥姐们 我这长得这么漂亮 这么可爱的 对不对 你们应该听我说 你们应该也尊重一下我 你们应该说喜欢我呀 对不对 你们不应该在这里骂我 因为你骂我也没有知道吧 因为我阿子姐 我阿子姐也不喜欢阿伟哥 阿伟哥也不喜欢阿子姐 知道吧 叔叔阿哥姐们 我阿子姐要是喜欢阿伟哥的话 他就不会去约会 他就不会 跟我们村里面的那个小伙 小伙去约会知道吧 叔叔阿哥姐们 你们应该都还不知道 但是我跟你们讲啊 阿子姐 不喜欢阿伟哥 我现在说清楚啊 叔叔阿哥姐们 来 你们喜欢阿姨妹了 你们给阿姨妹点点赞 点点关注行不行 叔叔阿哥姐们 来 点赞 把赞赞上去 把赞赞点上去 叔叔阿哥姐们 我跟你们讲 老吐死了 我阿子姐 这个人知道吗 你们都不懂 你们在 你们就只会在这里乱说 知道吧 叔叔阿哥姐们 我才是跟阿伟哥 最帮配的那个人 知道吧 叔叔阿哥姐们 我们两个才是天使的音乐 我是他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知道不 叔叔阿哥姐们 这些我觉得啊 这个阿伟太讨厌了 我现在好好的跟你们说一下 叔叔阿哥姐们 我跟你讲 我跟你们讲 之前我们两个 就是那个时候 我还在走出 但那个时候 我还不来家阿伟吗 然后我觉得这个人 天天来找我阿子姐 然后那个时候 我阿子姐跟我 我阿子姐也跟我那个什么 那个时候我阿车姐夫 他们也跟还有关系 然后我以为 阿伟才是最坏的 没事 在后面才知道 那种啊 才知道了解 慢慢的了解 哎 觉得阿伟这个人还是很好的 阿伟这个人还值得相信 阿伟这个人挺好的 挺 挺耿直 什么事情都做巴巴实实的 真的很好 这阿伟很好的 后面我就慢慢的了解他了吗 我就越来越喜欢了 这人是很讨厌这个男人的 因为他天天来我们家 我们 我又不了解他对不对 一个陌生男人来 你们家 你们会高兴吗 对不对 叔叔阿哥姐们 你们肯定不高兴啊 所以我也是那种 我也是那样的 我也是那种想法 知道吧 叔叔阿哥姐们 所以我才这样子 对阿伟哥呢 你知道不 你们现在知道了 你们就不必要再接你说我了 知道不 叔叔阿哥姐们 叔叔阿哥姐们 哪一天我给 我跟你们讲 你们想不想看我儿子姐和他的那个男朋友 叔叔阿哥姐们 你们要是想看的话 你们就抠一 想看的话 你们就抠一 行不行 叔叔阿哥姐们 来 你们想看我儿子姐的那个男朋友的话 你们就抠一 一会他们两个回来了 我就可以给你们看了 现在 那个男人也来我们家了 叔叔阿哥姐们 你们知道吧 那个男的也来我们家了 昨天晚上我都看到了 你们想看我儿子姐的那个 那个男朋友的话 你们就抠一啊 你们想看的话 你们就抠一 给我点点关注 给给阿姨默点个粉丝团 行不行 叔叔阿哥姐们 然后 让我看一看有多少人 想看我儿子姐的那个男朋友 叔叔阿哥姐们 来 给我抠一 给我打出真的来 给我抠一 叔叔阿哥姐们 感谢 感谢你 感谢送来的那个粉丝特派 给我送的那个粉丝特派 特别的感谢 特别你的支持 感谢你的支持 我跟你们讲 我儿子姐现在有喜欢的人了 你们看我的 我们家的那个lucky 我们家的那个lucky都相信我 他都一直跟着我呢 感谢送来的粉丝特派 谢谢 谢谢你的感谢 感谢你哦 你们看到了吧 我们家狗 我们家狗狗 我们家的那个lucky 他都相信我呢 叔叔阿哥姐们知道了不 现在知道 现在知道相信谁了 叔叔阿哥姐们 你们要相信我呀 对不对 不要相信阿子姐 阿子姐也很会骗人的 知道吧 他老是骗我们 他很骗人的 你看 你们看 他的 他现在的话 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知道不 叔叔阿哥姐们 所以他才这样子的 他现在有喜欢的人了 叔叔阿哥姐们 他都去约会了 他才赶那个lucky走的 知道不 叔叔阿哥姐们 对他是知道喜欢他知道我喜欢我哥 但是他也不能这样子呀 人家我哥也那么喜欢他 对不对 叔叔阿哥姐们 你们想不想看 你们想看的话 一会儿我儿子姐回来了 我就给你们看行不行 叔叔阿哥姐们 你们想看的话 你们加个粉丝的牌 给阿姨梦送个粉丝的牌 一会儿我回去了 我就给你们看 可以吧 叔叔阿哥姐们 感谢感谢感谢 感谢叔叔叔 感谢加入粉丝团 谢谢感谢感谢 感谢你的支持 感谢大哥的支持哦 跟你们讲 我儿子姐这个人啊 天哪 太不像话了 越来越坏了 这个人 这个人变了 知道吧 叔叔阿哥姐们 这个人变了很多 他之前都不是这样的 他现在变成这些鬼样子 我都 我都知道 我都如雨了 叔叔阿哥姐们知道吧 我都没想到 他是这种 他会变成这种 知道吧 啊 不不不 居然跟村里面的一个小伙 那个的 你们就怎么不说我儿子姐呢 对不对 阿伟哥对的那么好 他只这样子 虽然我也喜欢阿伟 但是 阿伟哥对的那么好 他还这样子 对不对 叔叔阿哥姐们 你们说 你们也要帮我评评你啊 对不对 叔叔阿哥姐们 你们想不想看阿伟 想不想看阿子 想不想看阿子的男朋友 叔叔阿哥姐们 想不想看我儿子姐的 那个爱 那个他喜欢的那个人 想看的话 你们就在狗鼻上扣衣 你们打出这里呢 行不行 打出这里呢 在狗鼻上扣衣 叔叔阿哥姐们 感谢你们的支持啊 感谢 感谢你们的支持 谢谢 感谢 真的太不像话了 叔叔阿哥姐们 没想到 我儿子姐是这种人 你们现在知道了 他今天都去跟他那个男朋友 约会了 知道吧 都去感激了 叔叔阿哥姐们 要是他在家里面的话 我们两个还是一如既晚了 我们两个会一起播了 知道吧 但是他今天跟他那个 男朋友约会去了 叔叔阿哥姐们 约会了 现在都还没回来 一会他们两个回来了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给你们看了 叔叔阿哥姐们 想不想 哎 谁呀 你干什么 怎么老是这么凶啊 这个人 叔叔阿哥姐们 你们看这个人 卖饲料的又来了 真的是 我不想靠近的什么人吗 真的 不叫卖饲料的 我现在不卖饲料了 你一般就啊 我不想搭理你 真的是什么人吗 对不对 这么大声 大老已经听到了 这么不要你的一个 真的是 找我你好久了 叔叔阿哥姐们 感谢你们的关注 不要在这里说 真的是烦死了 真的是卖饲料的 可以跟我玩吗 你之前怎么对我们的 你不知道吗 你要点点盐吧 啊 我不想吃 谁想吃你的东西啊 太脏了 他这个东西太脏了 知道吗 怎么脏了 这个刚买的 我不想靠近他 你快点走吧啊 你今天又好看了 你快点走吧 真的是烦的喝 我不想看到你 开个玩笑 别那么 真的是帅哥姐们 他就是欺负我姐 我儿子姐的那个人 他这个人很坏的 不要那么 我们不要靠近他 叔叔阿哥姐们 他这个人太坏了 来叔叔阿哥姐们 帮我点点赞 把赞赞点上去行不行 叔叔阿哥姐们 看他们说我是你老公 快点走 哈哈哈 烦死了 你这个人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对不对 都是一个 你之前是怎么对我 我儿子姐的你没你忘记了吗 现在忙你也给了 你应该不 你应该不用来骚扰我了吧 我来找你玩吗 信不信我现在就打电话 给我我儿子姐来收拾你 啊 我跟你讲我现在 我儿子姐现在跟一个男的 他朋友我跟你讲 他那个男朋友很厉害的 他一拳就把你给干倒 知道不 你不要在这里说了啊 不要你快点走吧 我不想接到你这个人 他不要你了 我也很厉害呀 你有什么厉害的啊 快点走吧啊 是你叫了的吧 我怎么可能叫他啊 我我哪颗被驴踢了呀 我叫他 真的是我凭什么叫他呀 为什么要叫他 他这么 他以前这么欺负我姐姐 对不对 叔叔阿哥姐们 他是这么欺负我姐姐的 我怎么可能会 以前了 为什么 以前就是以前 但是以前你怎么对我的 我跟你讲 我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现在不想看到你 我很讨厌你 我 我恨不得把你这个人给弄 你快来走了 是不是 我又没打你姐 又没干啥的 你快来走 我不想接到你 没想到你这个人太阴心了 我现在给你看看 叔叔阿哥姐们 我给你们看一下 他这个脸道啊 给你们看一下 他长什么样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叔叔阿哥姐们 别这样 看到没有 他的衣服穿得这么脏 对不对 真的是太脏了 我不想接到他 他这个人太坏了 知道吧叔叔阿哥姐们 我在哪里 他就在哪 你看什么意思吗 他这几天 我跟你们看啊 他这几天都一直来骚扰我 他什么意思 我直播他也要骚扰我 快点走吧 长得那么丑 还来 在这里抢风头滚吧啊 你照你自己别照 真的是 你们看到了吧 叔叔阿哥姐们 他就 他这个人就是这么的坏 你 你们之前也是知道的 三 叔叔阿哥姐们 你们应该知道吧 他这个人 听到没有 叔叔阿哥说我长帅 快点走吧 好丑 那是丑死了 以前的事情 那么是吧 我跟你们 我跟你道歉 以前的事情 以前的事情就不是事情吗 我跟你讲 我永远都不会圆着你呢 我阿子姐也很讨厌 你知道吗 你不要来这里打扰我 当时我也没办法呀 当时我们家 快点走吧 快点走吧 我不想听啊 那你怎么之前不是这样的解释啊 你好好的跟我阿子姐说呀 跟你爸妈说呀 对不对 你要是这样子的话 他以前老是欺负我们的 他现在也是欺负我们 以前也是欺负我们 难道不是吗 快点走吧啊 现在我也很讨厌你 快点去送你的饲料吧啊 饲料哥 快点走吧啊 不行接到你 那么以前小时候都在一起玩的 只是 什么时候 时候 我们小时候一起玩过吗 你就不要在这里睡了 我们小时候一起玩过吗 你以前怎么欺负我的 你们都不知道吗 叔叔爱哥姐妹 我跟你们讲 这个人他以前 老是欺负我 我们两个的 快点走啊 快点走 我直播机里面的人 看到你 他们就想吐 知道了吧 吃巧克力 我给你买的 快点走 我不想吃你的 谁想吃你的东西啊 快点走开吧 那你以前还 是吧 叔叔爱哥姐妹 谁想吃陌生人送的东西 什么叫陌生人 我们都做久了 快点走啊 我不认识你 很抱歉 我不认识你 I'm sorry 你自己发现在翻脸 不见人了吗 快点走 不要在这里说话 没听到吗 你今天又换了个口红色号 我天 你管我呀 快点走开 叔叔爱哥姐妹 这个人很讨厌的 知道吧 叔叔爱哥姐妹 你们不要听他说 他说的都是假的 谁会跟他玩吗 对不对 娃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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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们一起玩的 我们以前是好朋友的嘛 然后就是有一点误会 然后他现在好讨厌我 谁讨厌你啊 我也不讨厌你 我也不恨你啊 但是我跟你讲 你就不要来找我了啊 找我干什么 找我啊 子姐 我们两个来干什么 钱也给你花了 你还来找我们干什么吗 对不对 找我什么 我谁想跟你玩 谁想跟你这种人 这么不要你的人 这种玩啊 我们以前是看到你 我就想吐 快点走吧 我我恶心啊 我反胃 看到你我就反胃 以前也是我爸爸是叫我过来 快点走吧 卖鲨鸟的 卖鲨鸟哥 鲨鸟哥 能不能听我说几句好不好 我不想听你说 很抱歉 你解释什么 你解释个刀呀 你解释什么啊 你解释什么 还不是一样 你我我姐姐的头 发泼了水 你忘记了吗 叔叔爱哥姐妹 他这个人就是我 我儿子姐泼水的那个人 你们看到没有 就是这个不要你的 就是这个卖鲨鸟的 知道吧 都是干净 不是水吗 你我人家泼 你我人家的头上泼水干什么 他不还不给我钱 他不还你钱 你就这样子吗 他都说了 我儿子姐都跟我说过了 要等两三天再还你 你都不听难道不是吗 啊 这个老坏了 叔叔爱哥姐妹 都过去了吗 过去了过去了 快点走快点走啊 快点不要靠近我 我要走 真的是 叔叔爱哥姐妹 我们要离他远一点 我们不能靠近这种人 他就是欺负我 我儿子姐的那个人 看多名叔叔爱哥姐妹 他这个人太烦了 知道吗 我们小时候一起 你不要跟着我 哎 你不要来骚扰我 聊两天嘛 不要骚扰我 没听到吗 谁想跟你聊天啊 你看 多八倍 什么多八倍 谁跟你八倍啊 长得那么丑 我长得丑吗 兄弟们 快点走快点走 真的是烦死了 我长得丑啊 我们我 我们让我最帅的 快点走 我不想跟你说话 没听到吗 叔叔爱哥姐妹 这个人老坏了 我们不理他啊 理他的话 我们就档次就低了 你看他们怎么说的 你看 我们档次那么高的 对不对 我们 他们说好帅 我 我们 我们我们的 烦死了 你快点走开吧 听你听你 老师跟着我 叔叔爱哥姐妹 这个人太坏了 知道吗 长得那么丑 你看他的 你看 你们看 你们看 叔叔爱哥姐妹 他穿的 看到了吗 他的那个衣服 他那个衣服都变色了 他还在穿 他不就是那个卖饲料的吗 卖饲料的有什么了不起 他以前天天欺负我 还玩我儿子姐姐的 还玩我儿子姐姐的身上 泼水呢 叔叔爱哥姐妹 我泼水矿泉水 干净的 快点走开吧 还还弄走我们家的羊 以前弄走我们家的羊 他老是这样子的 不就是几个吗 你们对不对 几个这样的吗 几个这个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家卖饲料的 你就了不起呢 真的是叔叔爱哥姐妹 太坏了 这个人快点走吧 我不想见到你 我给你们看一下 他穿的 我哪里不好 你们看一下 他穿着 穿着拉里拉她的 谁想看到他也对不对 叔叔爱哥姐妹 你们看 他是开摩托车的 开拖拉机的 看到没有 他穿的上班的吗 他穿的拉里拉 他叔叔爱哥姐妹 叔叔爱哥姐妹 我跟你们讲 他穿的那太拉里拉他了 卖饲料的就是这样的 你们看 你穿的好看行不行 你看叔叔爱哥姐妹 我们这边风景是不是很好 看到了吧 我们这边风景还是很好的 烦死了这个人真的是一魂不散 这两天我在 你他就在哪里的 我给你播 老师来骚扰我 谁想跟你播啊 我不想跟你播 我不想见到你 我儿子姐一条 我儿子姐也讨厌你 我们全家都讨厌你 我买了 买了吃了吗 不要搞 我全家都讨厌他 叔叔爱哥姐妹 好好吃你啊 老是骚扰我 谁想吃你的豆腔啊 真的好吃 你吃一口吧 我都吐了 你们看到吗 拉里拉他的 我不想看到你 你以前小时候长得那么丑 看到你这个鞋子没有啊 来叔叔爱哥姐妹 他来鞋子都 你们看 他来自己的鞋子都洗不干净的 那时候知道了没有 上班嘛 工作嘛 你们看叔叔爱哥姐妹 那穿穿 慢思量的就是这样的 你们看 慢思量的怎么了 慢思量也是靠 开拖拉机的叔叔爱哥姐妹 以前他老是欺负我们的 叔叔爱哥姐妹 欺负我们的人 他就是欺负老是欺负我 自己我们两个的那个 快点走开 不要靠近我 不要离我那么近啊 烦死了 不要离我那么近啊 真的是太烦了 叔叔爱哥姐妹 我跟你们姐 不要相信说 他说的话 要是我儿子姐在的话 他肯定会啪啪啪的打他一下 知道吧 他之前是怎么欺负我儿子姐的 我儿子姐跪着求着 他都不让 知道吧 我儿子姐都说了 家里面现在还没有钱 还没有钱 以后再还他 他是怎么样的 你们知道吗 我儿子姐跪着求着 他都不听 他还往我儿子姐的 头上泼水 叔叔爱哥姐妹 所以说这个人太坏了 我们都 我们都不想跟他玩 知道吧 这个人 我好心好意 说 快点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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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听到吗 那以前的事情都过去 耳朵罗吗 耳朵罗吗 我跟你们讲 他叫什么名字 我都不知道 其实以前我们也没有玩过 我也很讨厌他的 知道不是说爱哥姐妹 我以前就很讨厌他 以前他也老是欺负我们 只是我们这边的话 卖私钓的只有他们一家 所以我们老是在他们那里卖私钓 我买私钓 一位就是老母 我们叫老母猪生仔的时候 那些小猪猪 那些小猪药 是你的兄弟那些是 你们看吧 这就是素质低的人 叔叔爱哥姐妹 他素质很低的 他什么都不懂的 来叔叔爱哥姐妹 你们要把赞赞点上去啊 把赞赞点上去 叔叔爱哥姐妹 你们想看 你们想看我啊 自己喜欢的那个人的 你们把赞赞点上去 然后给我点点关注啊 谢谢 一个姐妹 一会我回去了 我就给你们看 我自己去哪里 你管得着吗 快点走开 昨天也没看到他 为什么你们说话 就吃了枪药药 谁不想谁想看到他呀 对不对 你们还是要温柔 你知道吗 我不想听你说 我温不温柔的 你你管得着吗 架不出去怎么办 架不出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